清晨四點多 國道路間一部貨櫃車 起火燃燒 車輪變成瘋火輪 底盤狂冒火光 同時濃煙升天 火勢猛烈 火燒的迅速 從車輪燃燒到拖車 貨櫃裡滿是啤酒 幸好在車子起火前 60歲駕駛就發覺有意狀 急忙跳車 還把握時間 趕快把車頭跟拖車分離 他臉有點臉燻黑 然後左腳有點擦傷 5點10分 消防人員抵達開始媚火 六十四分火勢撲滅 國道火燒車將近一個小時 才順利撲滅火勢 駕駛雖然緊急逃命 但他受到驚嚇 身體不適送一檢查 至於起火原因還在調查 而臺中南屯市區道路 也有驚險一幕 綠燈起步 沒想到騎士居然是 當街炫技KELCO LAND 一路往前 把路口當成馬戲團 讓人傻眼 最高格主信台幣 三萬六千人旅下的華盤 並要扣排照六個月 KELCO LAND 摔石 但緊接而來的是罰單 還要被調扣排照半年 同時也是拿命開玩笑 記者 陳盛偉 連任兵忘事函 彰化台中 採訪報導 我是陳菊根 從採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